歡迎觀眾朋友 又繼續來關心細心新聞 來自高雄的鬥子劇團 準備要在12月28日 帶來鬥鬥之家和哈姆類勒 兩部二棟戲劇 日記中鬥鬥小家製作已經賣入第六年 這次推出了第十三十四集 是邀請導盲犬做回家的英文 東大英寸 配合局情團帶家庭 是動物需要鼓鼻的觀念 來和海棟學習四名的教友 導盲犬在福德館的草莲下 準備進入局長 這是來自高雄的鬥子劇團 所推出的新作鬥鬥之家 是要請到導盲犬來做英文 來演出家庭是動物的進化觀念 利用動物來做 希求的英文 對婚人國的導盲犬來說 一點都沒有困難 在真實的生命在舞台上 而不是人演的 小朋友是不是會更印象深刻一點 那當然中間有些困難就是 可以跟狗狗拍戲嗎 然後我們經過了一些練習磨合之後 發現他們真的相當穩定 然後我們演了之後 做了自助戲之後發現 哇 導盲犬其實是 導盲犬協助是必須要被製造的 因為在台灣其實 對導盲犬的認識還很少 這次是特別和台灣導盲犬學會來合作 促進了這次希求演出 是用到宜東教外婆的形式 來代入相關的議題 那當初我們就是想說 是不是可以用話劇的方式 把導盲犬的議題融入進來 讓小朋友或是家長們更加了解 然後剛好豆子團長 他剛好也有規劃一部戲 就是以保護動物這個區塊的構思 所以我們兩個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在豆子劇團中在12月28日 來搞家儀館表演藝術中心 帶來到豆豆之家 第13和第14集 和哈姆麗的兩張票 可以當時來看兩次出戲 在這次也加了一個公益的行列 每一張票會收集中 關進五庫 台灣導盲犬協會 這次豆子劇團它的演出 我覺得很特別 第一個當然是剛剛看到的 就是有這個導盲犬的部分 那第二個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的劇情的內容 因為它透過這個兒童劇簡單的方式 然後教導我們的小朋友 要懂得尊重生命 那懂得這個愛惜生命 那它這個戲有分成兩段 那其中一段是這個 以莎士比亞戲劇為主的 那它改編這樣的一個世界名著 然後讓小朋友知道 人其實可以去學習寬恕 那這個是我覺得 一個戲劇能夠帶給小朋友 一個很大的學習的效果 豆子劇團這次演出中 採取警告你的演出方式 和觀眾的活動 都以家庭為主題 讓議長透過戲劇 來了解不同的情緒 做議題 你豆豆自家來購票 可以來恰順二代收票 新新聞大家看 美鳳兄 蔡鳳報道